現在星期三 早8點 在我後面就是油麻地果菜市場 俗稱果欄 究竟後面的店舖 或者一些欄 有沒有得買來或者租來做生意 答案是不可以 和maybe 提反應的規劃大綱圖 這塊地是規劃為政府 機構或者社區用途 即是政府的用地 但為什麼不見政府有為果欄 像其他副食品批發市場 招標或者招租呢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世襲的制度 一代全一代到現在 因此買了果欄裏面的鋪 或者欄是不可以的 因為這裡不是私人的物業 詳情即是怎樣 那就要從果欄的歷史講起 果欄建於1913年 初期經營的商店主要是以草棚搭成 早年的果欄除了匹發水果藥 還會經營蔬菜、雞鴨、魚等鮮貨 部分的果菜欄還會兼買米糧和副食品 果欄裏面有果菜欄 雞鴨欄、魚欄、木器廠和機器廠 直至1920年至1930年代 香港政府才開始批地 讓一些欄商在這裡 興建固定的建築物 大部分都是後面這些 一兩層高的磚石建築物 慢慢形成今天的面貌 而最出名的就是瘦欄 每間欄店建築風格都有所不同 部分兼有地鋪和天台 而部分沒有天台 就只有第一個好像在後面這個 金字形的屋頂一樣 在1952年的時候 政府下落到水果的批發量有所增加 水果藥的經營地方不足夠 就將後面這個石龍街 地段的菜檔 就改建成16間的水果藥 由於當時的檔主 都是拼用同一間建築公司 所以在1952年所建成的16個果藥 外貌都非常相似 新藥都是高兩層 連天台三層 採用上海式的批檔 各間的格局都差不多 1960年代初 魚欄和菜欄搬到長沙華 水果欄佔用部分地段 就變成了後面這個停車場 建設貨物之餘 又建了三間小學 即是基道 東莞同鄉會 和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1970年代初 雞入欄遷出 對面華德大廈的水果欄遷入原址 果欄也從此慢慢演變成今天的面貌 果欄由政府批地興建 政府簽證果欄地的業主 欄商是需要向政府 繳納的差項和地租 但現實地 我聽聽九龍果菜同業會 副理事長張志祥的訪問指出 很多這裡的欄商 都是霸佔地利用的 沒有交地租 我強調我沒有證據 我只聽他說 我就照跟你說 我沒有經過了 還有部分舊式的 也給額外的牌照費 Food Market License 費用 正統來說 地就是政府的 瀾商就只是在這裏 興建了舖位 作為批發的用途 四月的火瀾 就請了多個打 2、3、8名的瀾商 但舖位只有幾十個 舖位面積大 舖位自然會向多人分租 近年也有不少人 想來遊麻地打開瀾 部分就會向舖主 租泡 部分就会从其他烂箱顶入铺位来做 因此铺主就不等于烂箱 所以只可以向这个铺主或者烂箱 租铺或者顶入使用权 就不可以像外面正常物业交易那样 经过田土厅去买买铺位或者烂位 1970年代前 果篮一般是早上10点开工 到下午5点才收工 直至1970年代后 货柜的普及 水果的包装和运输模式有所改变 营业的时间一直不停推浅 直至到现在 就是凌晨12点开工 到早上9点就已经收工了 玩店 早上9点 店铺都收工 摆到太阳没用 因此近年越来越多人 就向果篮里面的冷箱租一间铺 来日头做生意 开点零售的水果铺 好像后面这个石龙街 我听说 每间铺每个月的租金 就大概3-7万 我强调是听说 人家吹嘴的时候听到 没有证据 多了零售店 就自然吸引外来的人流 整条街旺起来 历史游流下来 正式地 每间铺都只需要向政府交地租 听说每个月 大概几百至几千 我在果篮附近的地产铺 走来走去问过一下 果篮里面的铺的铺 基本上都是全部熟人介绍的 藤能挂挂能藤 极少经过外面的中介 或者地产代理做的 所以如果你想在里面 租一间铺 做生意的话 就看你知不懂人 自己找一下吧 在1990年的时候 政府就将油麻地的果篮 古物咨询委员会 平定为第三级历史建筑物 而在2009年的时候 将它平定为二级历史建筑物 在香港分一二三级历史建筑物 而第二级总会有三百三十二栋 即是具备历史价值 和需要选择性保存建筑物 没句话说 真是有牌 果篮都不用签 不用拆了 政府这地租 收得又不多 肯定在这儿做生意 有违了 买铺要买得凶 投资商铺的确要不少知识 虽然后面的果篮没有购买 但如果你想投资其他商货 记住找成会